大家好 今天台湾地区发生了两件事情 但是这两个事情我认为台湾政府做的对 而且早都应该这样做了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台湾人民共产党的主席林德沃尔被当局调查部门带走 理由暂时不明 这个原因据媒体猜测 就是因为10月1日他在台湾搞五清红旗升级仪式 那么人们猜测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回想一下 前两天江泰公就针对此时做了一期节目 当时我就说中共搞国庆 结果台湾升五清红旗 这个事情你放到哪个国家都是很奇怪的 你比如说过两天到了10月10号 这个中华民国的双十节 那么在大陆的台湾朋友 搞一个升这个青天白日旗的仪式 你看中共允不允许 所以这种外交在国际上面 要遵循对等原则 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啊 台湾是个自由社会 我们是开放的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并不是这样的 但威胁到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 那么政府一定要出面干涉 也许蔡英文政府里头有人啊 是看到了江泰公的评论 然后呢就采取这样一个行动 实际第七节目就是我三天前发的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这个举动呢 我还是支持的 那么现在台湾跟大陆之间完全是不对等嘛 在台湾可以成立共产党 可以升五星红旗 那么台湾人到大陆你敢吗 对不对 你只有舔共的份了吧 这个是要对等吗 而且台湾现在面对这么大的武装侵略的压力 难道说不应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吗 所以今天台湾当局的这个举动呢 我是大家赞赏的 我觉得早都应该这样干了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我觉得也有点意思 就是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 今天报道呢 说是受乌克兰局势的启发 台湾最快将从本月开始 推动建设备用卫星网络 以因应激烈的军事侵犯 唐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大陆 只是说台湾需要制定维护网络基础设施的计划 以因应激烈的军事侵犯 或是自然灾害 涵地电缆中断等其他威胁 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 就有五毛网友评论呀 说台湾这个术卫部长唐凤做这个事呢 是毫无意义的 难道你做的这些东西 中共到时候就不能摧毁吗 他把中共的这个能力呀 估计的是过高 那么我想啊 唐凤呢 作为一个天才级的人物吧 他要想构建这个东西呢 他肯定会考虑到你中共的这种破坏力 那么他肯定要做出一个东西来 让你没法破坏它嘛 因为他搞的这个项目就是备用卫星网络嘛 就是他肯定是借助这个第三方的卫星 或者是美国的 或者欧洲的 或者日本的 对不对 就是预防你中共去攻击卫星嘛 按照现在中共说的 中国是拥有击落卫星的能力的 而且大概在十几年前吧 这个中国呢 确实击落了一个他已经废弃的卫星 当时还在这个CCTV播了 我想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按照中共的说法 他们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么唐凤他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天才 他肯定看到了乌克兰是如何取胜的嘛 昨天的一些节目里头我也介绍了 乌克兰取胜的法宝 就是依靠这种网络嘛 在这个战场上 使敌人变成了这个笼子 瞎子嘛 那么这一套东西的保障呢 就是你要有一套完备的通讯系统嘛 那么唐凤肯定是看到了 仅仅依靠台湾 这个肯定是不全面的 比方说以前这个军方建的一套系统 那么他肯定都是基于地面呀 或者是飞机呀 或者是雷达呀 等等这样一套系统 这些东西很容易被摧毁 那么现在对方没法摧毁的呢 就是在太空的东西 特别像这种第三方国家的东西 他搞不清楚是谁家的 对不对 或者假如说他就是知道了 是美国的卫星 他也不会轻易去攻击的 所以我觉得唐凤要是想做这个事啊 人家已经是把这套东西啊 都是考虑到位的 但是呢 我还要点评一下啊 就是唐凤这个项目呀 启动的太迟了 应该在俄乌战争开始以后 最起码你在四五月份 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 现在可能都有一点眉目了 最起码大陆的无人机呢 就不会那么随意的飞到金门了 正是因为你没有这套系统 所以别人的无人机才能随便过来嘛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项目现在启动也不管嘛 只要在战争没有开始前 你把这些东西都部署完备了 那么就算是成功嘛 也许这个项目 唐凤他们早都启动了 因为台湾人的性格呢 比较内敛 就是好多事情呢 他们做了 对外不太说 这个也有可能性 但是现在呢 被这个联合早报给发现了 他不得不对外说了 所以也许是我们感到啊 这个项目是才启动的 就是不管怎么说吧 今天的这两个消息啊 我觉得对台湾呢 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政府面对这种应变啊 就是要拿出一个速度来 而不能拖拖拉拉的 甚至最好是防患与未然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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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